您好,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使用IRENGATE的直覺式建模 那首先我們設計就程式好,我們要設計一個叫Besca Brake 是一個支撐架 那我們首先我們是以英寸作為單位去設計的話要如何去修改單位 那我們先來到我們的IRENGATE 這是我們的IRENGATE的介面 那我們去常用單位這裡 把單位改成英寸 那我們的質量的話是用BOM 下面密度的話也都把它改成同樣的單位 這樣子就按確定就好 那接下來我們設計的尺寸全部都是用英寸作為單位 那我們回到我們的講義 就是常用單位這裡,就直接點選英寸跟BOM這樣就OK了 好,接著我們要拉出一個長方形 長方體它的長寬高是4,2.5跟2.5英寸 那怎麼拉呢? 在右邊的設計元素庫這裡有一個Block 直接左鍵點的拖出來之後放開 這樣子就有一個長方體了 那如果你們的右下角如果是長這個樣子的話 這是一個叫透視圖的功能 是前大後小 那這樣會干擾到我們的主圖 我們就把它關掉 這樣子 好,再點它第二下的時候 我們直接AUTO鍵點著 再點選我們的零件 這樣子可以進入到我們的智能尺寸編輯模式這裡 我們首先先把長是4 寬是2.5 高也是2.5 好,再空白處點一下這樣 這樣我們的一個長寬高是2.5、2.5的長方體就做出來了 接著 我們要在長方體的這邊去挖一個長方的孔 長方體的孔 那我們要怎麼拉呢? 首先一樣也是從右手邊這裡 我們看到這拉Block 這時候是拉HBlock H的話就是hole H-O-L-E 就是動的功能 一樣也是左肩點子 突出來之後先不要放開 可以看到這邊有個綠色點 這是它的中心的特徵點 其實這邊都有 那我們就鎖定到這個終點 放開 接著 它的這個 要完全貫穿這個面 怎麼用 我們先點選這個 這個拉B 之後shift的按著 左鍵也按著 往外拉 它會自動去抓到特徵面 之後放開 這樣子就貫穿了 同理下面一樣也是 shift的按著 左鍵按著 抓到特徵線之後放開 這樣子就貫穿了 這裡有解釋 就是按著這個 左鍵點的 加shift 可以鎖到這個面 翻開之後這邊就貫穿了 這邊也是 往下拉這邊也是貫穿了 之後我們要怎麼去把它的 另外一個面也貫穿呢 這時候就點右鍵 按編輯前端操作 拉伸貫穿零件 這樣子它就直接就貫穿了 好 接著我們要怎麼去設定它的厚度 這兩邊的厚度 這兩邊的厚度 那我們的講義 有說設定厚度的話 我們為0.5 each 我們可以直接在這邊 像是這個模式 我們可以把這個模式 在這邊 右下角有個圖形 我們把它改成這個模式 這模式之後 這是可以直接修改草圖的模式 我們先點選這邊 點右鍵 按編輯距離 選擇點 選擇哪一個點 這個點 給這個面 就是這面上的硬點都可以 那我們繼續畫輸入0.5 確定 那這樣子我這個厚度就是0.5了 同理這邊一樣 選到這個拉筆 點右鍵 按編輯距離 到點 點選 一樣也是輸入0.5 在空白書再點一下 這樣子 這厚度0.5 0.5就做出來了 如果不相信的話 我們可以到工程標柱這邊有個測量 我們可以測量它的距離 可以看到端點 我們是以最近的最小距離去做測量 所以這兩線的最小距離是0.5inch 一樣 這邊也是 距離也是0.5inch 所以 這樣我們的設計就OK了 好 接著是快捷鍵 我們要怎麼去快速的 去譬如說我要做一個導圓角的功能 我們左鍵先點選我們的0鍵 接下來我們快捷鍵按S 這時候可以看到有一個清單 那我們在裡面選到導圓角的功能 點下去之後 我們先輸入我們要導圓角的半徑 我們導圓角的半徑是0.5 我們導圓角的半徑是0.5 然後接著去選擇你要導哪個角 我們導了這四個角 好 就是1 2 3 4 我們導了這四個角 導完之後點右鍵 確定 這樣子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是長這個樣子 好 接著 如果說 我們這個直覺式建模的好處就是在這裡 當你 當你要拉了一個圓柱的特徵出來之後 你發現我已經放錯了 你可以直接點選你的那個特徵 拖動到你想要的位置 那怎麼做呢 一樣 也是從右手邊的設計元素庫裡面 我們先拉一個圓柱出來 放到正面上任意點 看你要不要鎖去 鎖這些特徵點 那這個不用 我們就直接隨便放 那其實我們放錯了 我們的這個圓柱應該是要放在這上面 可是我們放錯的地方怎麼辦 直接點選左鍵按上去 直接隨便拖拉 它會自己去抓一個最適當的位置 最適當的方向 那我們放開之後 它可以自動快速的拖上來 這樣子 這就是直覺式建模的好處 所以如果說你也可以不用怕說 你放錯位置怎麼辦 它這邊可以直接快速的去做 特徵的辨識 好 那關於這邊就到此結束 謝謝